Hello,我是华阳 如果你感觉你的MacOS系统出了问题 或者其他任何原因 你想重新装一下系统 但是又想保留Mac里的数据和软件 那么这期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 虽然理论上这种方法 重装系统并不会丢失原来系统的数据软件和设置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建议在尝试操作前 自行备份Mac里的重要数据 比如可以用iCloud的云盘备份 时间积极备份都可以 Apple芯片和Internet处理器的Mac的重装步骤 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怎么区分这两种类型的Mac 大家按照自己Mac的机型的实际情况 选择观看就可以了 首先是Apple芯片的Mac重装 Apple芯片只能重装你这台Mac现在安装的版本 以我这台M2芯片的MacBook Air为例 这里面现在装的是MacOS的Ventura 具体版本号是13.4 里面也已经有一些资料文件 也安装了一些软件 所以重装后的版本依然是Ventura 接下来开始安装 先把Mac关机 然后按住Mac的电源按钮 要一直按住不要松手 这时候Mac会开机 并且会显示苹果的图标界面 下面有一个继续按住以显示启动选项 要继续按住直到文字变成正在载入启动选项 就可以松开电源键了 这个时候界面会有一个选项的图标 我们选中它 然后点下面的继续 接下来需要你选择一个用户 点下一步 然后输入这个用户的密码 就是你用这个用户的Mac登录密码 并不是Apple ID密码 不要搞错了 下一步会显示四个选项 第二个就是重新安装MacOS的Ventura 也就是我们Mac当前的版本 其他几个选项我们先不管 然后点继续 接下来就是常规的安装步骤 按照步骤一步步往下装就行了 没有什么难度 这一步呢需要选择安装的磁盘 并且解锁 这里面我们也是输入用户的登录密码 然后就是等待安装 上面显示需要两个多小时 时间上并不需要那么久 安装完成 Mac会自动重启 然后会进入用户登录界面 登录进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原来的数据和软件 还有设置都在 MacOS的版本现在是Ventura 是3.4.1 生了一个小小的版本 好了 Apple芯片的Mac重装系统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Intel处理器的Mac如何重装 下面我用这台2016款的 Intel处理器的MacBook Pro来演示 先关机 然后正常按一下订阅键开机 接着马上按其他一组快捷键 这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组合键 会重新安装不同版本的MacOS系统 下面我们还是一一演示吧 第一种是开机后 按住Command加R键 会重新安装你Mac上现有的MacOS版本 我这台MacBook Pro现在安装的是 MacOS Montori 12这个版本 此时Mac会进入MacOS恢复工具界面 选择第二个重新安装MacOS Montori 点继续 然后按照步骤引导往下操作就行了 没什么难度 当然在正式进入安装之前 如果你后悔了不想现在安装 也都可以点左上角的菜单栏退出安装 并且关机 第二种情况是开机按住Command加Option加R 这样会重装这台Mac能够支持的最新的正式版 接下来会让你先连上网络 WiFi或者是超网线都可以 稍等一会儿会重启 然后会进入恢复工具界面 选第二个重新安装MacOS Montori 这个也是我这台演示的MacBook Pro 能够支持安装的最高版本 点继续 然后按照步骤往下安装就行了 第三种情况是开机按住Command加Option加Shift加R 这组组合件有点多 它会重装到这台Mac的开箱版本 也就是当年这台Mac出厂时候的版本 这种安装操作也是需要先连网的 稍等一会儿就会进入MacOS使用工具 这个实际就是MacOS恢复工具的前身 看这个界面也比较有年代感 但是操作起来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到第二个重新安装选项 就是安装MacOS Serial 10.12这个版本 也就是我这台Mac出厂时候安装的版本 点继续 然后按照步骤往下安装就行了 好了以上就是Mac不抹盘重装系统的分享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比如如何完全抹盘重装系统 或者是如何安装两个MacOS系统 到一台Mac上 都可以继续观看我的这个系列视频的 其他视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欢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